有个导演,他叫他的Lang来约我出去 我跟这个导演完全不熟 我就是非常感激我的妈妈 可是他就是一个很... 我是 Genesis 就是五年多从事影视制作行业这样子 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 Lead Production 就是帮顾客从构思脚本 然后直到那个视频的完成或者他们的 Marketing 我都要整个包给他们咯 然后我就跟我的团队一起去执行这个 Project 自己就本身喜欢画画嘛 那时候就觉得我要做漫画家 我要做Animation Animator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一个很残忍的事实 Sorry 你喜欢的东西在马来西亚找不到吃的 就是那种五雷空顶天打雷屁你懂吗 就是你很热爱一样东西 但是你发现到他在马来西亚可能 那个时候的年代没有那么大的市场 然后我选择了一个叫 Multi-media Design 的一个 College 在整个的过程中觉得这个 Video 还挺好玩的 毕业过后可能有一些 Senior 去找我 你要不要做我的 Assistant 这样子 不小心在这一行呆了这样多年 哈哈哈 第一个就是劳累的部分 我觉得时间 Flexi 是很重要的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是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生 然后包括我在影片制作里面 我会很有自己的想法 不是说去强迫顾客去接受我的审美 而是我跟顾客达成一个协议 如何让这个影片有更好的呈现效果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创意点子上面 有更多的话语权吧 因为会觉得人生意是卡关 然后又没有一个人带你飞 然后自己又不是什么富二代 只会做 Video 怎么办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没有想那么多 先把每个影片先做好 因为我觉得生意是生意 然后现金流是鉴金流 你有没有用心去把作品做好 你有没有用心把影片做好 这个才是最重要 可以留住顾客 可以去让你有更多机会的一个东西 维持了一段时间过后 遇到了贵人 这个生意有 Potential 的投资者 然后愿意把生意还有资金带进来 然后才有这个 Studio 我到现在都非常感人 非常反对 不过他们的担心 我觉得是出于担心 他是一种爱 他有一个很大的不想在我的里面 不想在过回以前那种生活 比如说可能是在几年前 你第一次加班没有得睡的时候 可能第二次在拍摄的时候 吐的时候 可能第三次 那时候连自己的生活 基本开始都要加人贴的时候 这些零零种种加起来的每个瞬间 都很不喜欢 这些东西 就会几个到我很想要床一床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给家人这样子 有 就是能力不足 他就是在做为什么你做不到 为什么你达不到我的 expectation 会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就是了解顾客的需要 再用自己的能力去满足他们的需要 然后再站在他们的角度去为他们想 这个东西是需要操练的 所以那个过程会一直怀疑自己 你是不是不适合做这行 你是不是做得不好 你是不是不会讲话 但是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不要硬硬去走出来 接受你自己在那个现状 然后再真实的去安排一个对的计划 让我自己往我要进步的地方去进步 每一瞬间都很难忘 因为你看尽人性险 有个导演 他是已经在这一行混了 很长一段 蛮长一段时间了的 然后 他叫他的Lang来约我出去 然后我讲 因为我刚出社会吗 约来周末 是不是要来工作啊这些 他Lang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傻眼 哦 因为导演说 他的女朋友现在不在KL 你可以 他可以找你 我就 我跟这个导演完全不熟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想要找我干嘛 我因为这种东西只有在Drama出现罢 你知道吗 都让我觉得 哇哦 过一圈真乱啊 我有试过 已经很不舒服了 但是还是要持续去拍摄 然后直接在一个college 拍摄那个tour的时候 我是直接tour 就是一边拿着相机 一边走一边tour 体质不太能够熬夜哦 所以一偶一熬夜 那个胃酸 那个胃病 就会反思上来这样子 直接call在另外一边的地方 然后我同事直接过来shift我的 拿掉我的岗位 太难忘了 在这个行业最大的挑战就是 沟通 还有了解顾客的需求 沟通是一个艺术 然后而且是学不完的功课 所以一开始在接费烂的时候 都会有发生过跟顾客吵架 就是那个吵架就是 我会觉得他压榨我 他会觉得我达不到他的 expectation 所以他一直叫我改 但是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没有错 顾客也是想要达到他们的效果而已 但是可能刚出社会的时候 不懂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明明做到很好啊 我明明做到这样啊 为什么 你会很多不理解顾客的行为 或者顾客的言语 然后他这个是要靠经验去累积 去培养起来的一个沟通 我就是非常感激我的妈妈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毕业的时候啊 我因为很想赚很多钱 然后我妈妈我见了那时候 我跟我讲一句话 现在家里不需要你养 去追求个梦想 我很感动 就是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 然后我妈妈还有底气 讲几句话的时候 我讲过 我觉得他是一个我很坚强的厚度 他只是一个人嘛 但是他就是一个很 从我的大学到现在 比较稳定一点点 我都很感谢我妈妈 我不是过来人 我是过程人 现在所栽种的每一份努力 他未来都会在 对的时间点 某个时间点 在回馈于你 因为我看过很多的video creator 他是可能他们栽种 一个几年 他们前几年真的是不活的 然后等到他们活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他们的时间到了 你们付出的努力是 他是会有结果的 可能现在 他是在打根的过程 不管你要找工还是照聘 都可以来到铁饭丸Rice Bowl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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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